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2月6号的人间新闻 首先 我们的头条新闻要向大家宣布一项重要讯息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2月5号下午5点钟 与庄严的佛号声中安详舍报于佛光山传灯楼开山聊 向其寿97岁 全山途中遵循佛教仪柜 向星云大师致上最高敬意 佛光山更遵循祖规 不设智丧委员会 不个别发复文 不做信念佛序 整场的仪式 一切从简 要连大众宣布 十五难 要连大众宣布 千金所谧os用 祂放尽广楼 十五难 请典件佛教 现在我们做地址 变成私心 不忘出心 师父也经常勉励我们 回家增光 为己真佣 我们主要感谢师父的恩德之外 更要以同华历生回家业 福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宣布 星云大师原籍讯息 并且宣布遵循祖规 2月6日在清晨5点多 进行原籍赞颂奉促一事 在福光山常务付出池 会传法师呼 宜林常贵 全山大众贵街并称名符号 宜林队伍缓缓将西文大师法体 从福光山传登楼开山寮 移至云居楼 而此时佛声缭绕庄园速入 在福光山传统 在福光山传统 中文字幕提供 队传统 队伍进入银居楼一楼就定点之后 星云大师原籍赞颂奉奉促仪式 正式开始 奉促仪式开始 唱三宝宝 福光山长老们双手合十 全山途中同声齐唱 有不少弟子频频室内相当感人 典礼卫生四众弟子典礼幸运大师 在庄园树木的氛围下圆满 福光山表示 即日起暂停对外任何活动 并开放每日九点到下午五点 开放吊咽追思缅怀 预定2月13日举行原集赞颂典礼 人机卫视张宇辰正定家 郑仁宗高雄采访播导